如果還沒訂閱我們的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的影片了 另外也可以上我們Facebook給個讚我們 這樣就可以在Facebook裡面看到我們最新的資訊了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是我自家兄弟阿湯 今集主要不是看樓的 是看下我們的人園在紹興這邊喝一喝早茶 吃下好東西 但是你說完全沒有樓看呢 又不是這麼說 因為我們的人園 喝完早茶之後 其實就會去一去萬達廣場那邊 稍微看一看 我們現在先交給當時去喝早茶的現場人員 講解一下東西是否值得吃 100元吃到扶場走 這裡強調當時是一個優惠的計算 每一份18元起 如果你拿100元出來三四個人吃就能吃到扶場走 那扶場走呢 也是國內會說的一句說話 通常就指別人吃自助餐 吃得太狼了 結果呢就脹著肚子扶著長走 這個意思的 上到這邊呢 我們看到有早茶特價點心的 就非常便宜的 現在呢 我們現在就進去了 大家可以看到 喝早茶的人都不算少 還有之前也提過 肖慶這一邊呢 基本上是比較少人要戴口罩的 即是表示他們這裡比較安全 我們現在選了一位 看看外面認識先 好啊 掃門 菜單都爆了萬有 另外還有 蘇味十足 新滿意足 和甜甜蜜蜜 三種選擇 我發現了一件很有趣的東西 就可以這樣點送的 我問圖片怎麼送 這個是DIY自助的 嘩好帥啊 DIY自助的 怎麼炒啊 好像有的 看看是精品 金錢倒 笑買 好 OK 18元 18元 那這個金錢倒 OK 金錢倒 鳳爪在哪裏 我先找一找 我最喜歡吃的鳳爪 就是雞腳啊 是啊 傳統糯米雞 明明是鳳爪 我還給你十八千元 雞腳 不是啊 不是這隻 雖然呢 雖然呢 這部機器是挺好玩的 不過呢 我們的人員 基本上去到最後呢 都是要找工作人員幫忙 才點到東西的 要找個 服務員小姐姐 幫我們點一下鳳爪 有 一份18元 其實都很便宜 很便宜 一份鳳爪 然後 然後 三樣 三樣 做個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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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心滿意粥 哇 味道特別有型 南瓜粥 艇製粥 沒有了 豬肝九幾粥 那點完之後呢 上面還要顯示時間 幾分鐘之內 送達 哇 非常貼心 那些服務 加起來 現在我們點了幾件東西 都是八十元 豬虹 單單 豬魚虹 因為找不到 所以我們叫小姐姐 幫我們找一找 豬虹究竟在哪 豬虹 哦 255 然後這樣 是不是 哦 這麼方便的 原來找不到 還可以編碼店送 那上面 的菜單 都有號碼 那就可以直接 這麼暗了 非常方便 啊 我們第一次來 才這麼傻 一人一人 這樣找 我們點完呢 兩三分鐘 那些東西都上齊了 是的 習慣非常之快 你看 這裡有顯示時間 多久只想送 都會有蛇 加起來 點了幾樣東西 才價錢 上次吃海鮮 那條影片 有觀眾反映 就說我們的人緣 拍攝得不夠好 其實他們很想看 多點的美食 看多點海鮮 但我們還未懂得 怎樣去捕捉 那這個是的 在我們的人緣 未改進 這一部分之前 可能大家要接受 我們現時的拍法 不過呢 我們也承諾 在拍攝食物方面 會是作出改進的 希望第二天 你們看到畫面裡面的美食 都可以有流口水的感覺 現在呢 我們就吃完了 剛剛走下來 現在再看一看 昨天我們看的位置 可能現在太早了 就沒什麼人了 之前我們的影片裡面 有觀眾留言說過 這個麗港新天地 是屬於舊區裡面 一個比較旺的中心位 所以你去兆慶環住酒店 住在這一邊 都算是幾方便的一個位置 我們的人緣吃飽飽之後 就去考察樓盤了 早上本身去考察這個萬達廣場 也就是本身我們前兩天的影片 是介紹西江名郡 那邊就是頂湖站 而萬達廣場所處的位置 就是兆慶東站 下一個站已經是頂湖站 就是說這兩個項目都算是比較近的 由萬達廣場開車過去頂湖站 也都只是降近五分鐘左右的車程 但我們的人員 當時去到樓盤現場 就不能看住宅的示範單位 因為當時已經沒有住宅了 但到現在這一刻最新的消息 四棟和五棟的部分單位 大概100套左右 是正在收錄的 除此之外 萬達廣場也有商店可以買 大概售價是80萬人民幣 去到150萬左右 一些相對小一點面積的店位 其實價錢來說 如果以買店計算一點都不貴 雖則我們的人員去到的時候 就沒有住宅的示範單位看 但我們都拍攝了航拍的畫面 讓大家了解每一座是哪個方向 哪個位置 大部分會關注萬達廣場的 投資者、客戶等等 都會比較在意項目裡面 大型商場的發展 也都看到現時的商場其實是正在興建的 那現在請大家慢慢欣賞 萬達廣場的行拍畫面 那目前處於應酬階段的四棟和五棟 單價約是七千多元左右 這個是普遍住宅的單價來的 另外公寓方面 大概是七千八到八千元左右 那如果閣下是對萬達廣場的產品是感興趣的 歡迎聯絡我們查詢一下 由於剛才的航拍畫面是有一些四角位的 看不清第四棟的位置 那我們在這裡拿回一個清晰一點的圖 給大家看回現時應酬的第四棟、第五棟的位置 若然是四棟、五棟的高層單位 目前來說都可以望到一個遠的水景 再來我們給大家看看四棟和五棟 整體的單位分佈和裡面的面積是怎樣 現時兆慶的萬達廣場 正式啟用時間一直在倒數 還有大概一年多一點的時間 就可以正式啟用營業 約莫是明年的年底左右 在以往我們去到其他城市考察 即就算離開廣東省 去看其他城市的萬達廣場 都覺得他是打造得比較成功的 簡單說就是他吸引到的人流會比較理想 也都因為他人流足的關係 所以在這裡經營的商戶 基本上都是做到生意的 而他的招租方面 亦都可以吸引到不同類型 多元化的連鎖品牌等等進駐 基本上你說有沒有做得不好的萬達廣場 會有,不過極少 另外我們覺得他整個商場上的品牌 其實跟華潤的萬象系列都是接近 反正你用得這個品牌 基本上在一個整體的商業氣氛上面 或者人們對這個商場的觀感都很正面 開業之後都願意去逛街消費 到底這個位處於肖慶的萬達廣場 在明年開業後 又會不會像其他一二線城市的萬達廣場 那麼成功呢? 食目以待 今集的內容就到這裡了 自家兄弟這條頻道和團隊 一直以來都是發掘樓盤的最真實一面 讓大家知道 我們都會用最專業的角度和觀點 去和大家分析每一個樓盤的利與幣 除了拍攝樓盤最優美的一面之外 例如樓盤附近是有營運不到的商場 死席的街鋪 公路或者電塔 以至到紅線以外不屬於樓盤的空間 我們都會最真誠地告訴大家 一直以來都將觀眾和客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無論你是即時有意去購買 或是想諮詢意見 或是想獲取樓盤的資料 都歡迎你透過影片下方不同的方式 聯絡我們自家兄弟 我們希望今後都能夠幫到大家 未訂閱我們的朋友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